主任 主任 你今天要去哪里 今天要去公水小食换灯 一起去吧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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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在台中厚里帶領25個弱勢家庭的孩子 在這邊一起生活 讀書 吃飯 種菜 學樂器 學木工 帶他們去旅行 那很實際的是 其實真的在第一線的社福單位 我們如果有經費 真的最後最後才會去拿去修燈 因為好像在我們來看 會量好像就可以 那這次其實真的很感謝大家一起來做這件事 那我們就麻煩今天的志工夥伴開始出動囉 我們要順便拿下去嗎 開 好 現在光看去就看 那 我們很特別的是我們從小一到高三的孩子都有 那我們就像一個大家庭在這邊一起做生活上所有需要的事 那我們最主要帶孩子學的有幾個東西 像是木工 木工的話我們是帶孩子希望透過手做的過程 去讓他們知道他們自己有能力去為自己的生命做一些改變 雖然說就其實過程當中有些東西會來挑戰 可是這些失敗的經驗我們怎麼去陪伴孩子去克服 這樣子未來在他們人生當中 遇到困難跟挑戰的時候 他就更具備那個能力去改變自己的人生這樣子 今天來到正中小子這邊來呢 應該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二哥一直跟我講說 他想要營造一個 這個環境是一個家的氛圍 是一種溫暖 那在這個過程 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 讓我們的同仁一起參與 也來感受一下 因為一個人的力量是比較微小的 那多人的力量就可以凝聚起來 我想對於我們整個社會的一個 也算是付出吧 也算是一種正面的一個力量 我想可能就是會比較有直接的感觸 我們曾經帶著孩子去換燈 換一個一盞燈就換了一個早上 然後今天早上就看到大哥們爬上梯子 然後就進入一個工作模式 就真的是很令人驚豔 就是看到一些人真的帶著專業跟技術 然後他們用這樣子的能力去幫助別人 那我也很開心我們的孩子 他們總是會找到他們自己可以協助的地方 我覺得孩子是一種假不了的生物 你平常怎麼帶牠 牠就會這樣子去活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次是一個很棒的機會 也讓孩子開了一個眼界之外 也讓他們知道他們自己是有能力去服務別人 雖然我們沒辦法換燈 可是我們可以一起把整個環境恢復原裝變得很棒 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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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